大家好,我是蔡旺榮 相信很多人在戶外表演吹笛子的時候 可能常常會遇到一個突發狀況 就是這個笛墨不小心被按到破裂了 或者是下雨,遇到下雨的時候 這個雨水剛好就打到墨孔上面 把這個笛墨給沾濕了 這個時候呢,你可能就吹不出聲音 那如何來補救這個問題呢 以我個人的經驗 我會在這個笛子的 頭這個地方呢 貼上一張延展性的這個纏電線的膠帶 事先纏在這個地方 因為在戶外表演的時候呢 這個笛墨 是非常脆弱的 常常會遇到一些 內外在的因素 然後常常造成他 破裂 或者是鬆垮 沾到水 或者是甚至在吹奏當中 不小心被口水噴到 都有可能 那這個時候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震動 就沒有辦法吹出聲音 所以補救的方式呢 我就是會在這個 吹奏之前 事先在 底頭的這個地方 貼上一張 延展 膠帶 遇到那個不幸的狀況的時候 馬上把這個膠帶撕下來 然後呢貼在這個墨孔上方 把這個墨孔給蓋住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繼續演奏 雖然他的音色 沒有像貼笛墨那麼的清脆 但是呢 至少他可以讓你持續的去吹奏 尤其是你在樂團裡面 演奏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也沒有辦法 下台 或者是 離開 重新去貼 而且你貼 貼一張 可能也要耗費幾分鐘的時間 這個時候 等你貼好了 可能 這一首曲子已經演奏完了 所以呢 這是一個 救急的方式 也是我個人私常使用的 一個方式 在這裡 把他 推薦給各位 來做參考 謝謝各位 歡迎 訂閱分享 點小鈴鐺 拜拜